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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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小有名气 这个赫兰 这位 好 告辞啊 你我刚才挑三解四 你是怎么那么多呢 是我挑三解四吗 还不有点双标呢 你上来你就说你的就得了 官方这么累了 乐半天了 就要让咱观众鼓掌啦 鼓得又不对啦 少了 给我来 你死个人哪 千亿 不是 我们人说话 你咋什么差啊 真是 说我是狗呢 不说呀 我们聊天 爱你哪头 没事儿 来吧 演员 我们在那儿 我也就能要点怜悯的掌声 你还想要点什么 我要什么 那能给我什么 掌声都不想给我了 还能给我点什么 人家都花钱买票 你看这儿一眼哪 你看这儿 人家都花完钱 听你说下 你一上来不说 还让人鼓掌 你怎么 那怎么人家都给鼓 到我这儿不给鼓啊 不想给你累了 都九点了 怎么到你那儿不累 你管出来了吗 就差这两秒吗 他们的身体素质就差两秒吗 我不能这么讲话啊 一秒两秒 对于你那种 那波尔特就争那两秒 他把老黑都跑成什么样的 那两秒一秒钟 秒后面两位 是不是都把人命拉了 好不顺 人家争取那一秒两秒的 下次也得征求这个 你唱春完了 你多说两秒 后面歌舞就被啪 就弄下去了 你听说多两秒就弄下去了 你两秒 他两秒 加一块呢 你四秒 四秒来了 时间 人家背部有那个时间 对啊 人家能打出两三分钟的时间差来呢 时间概念太差了 太差了 不是 我多也少也这放一遍啊 你大伙休息的时间也差两秒 那你问他们呀 那我俩人就唱 人这会儿累 这会儿又不累了 就看见我的时候就蔫了 一看朱老师 哎 你就行 兴奋剂 不是 那个意思就是 咱们是说像来的 不是听掌声来的 是不是 掌声对于演员来说是什么 什么呀 尊重 你观众来说给一个演员部长 喜爱这个演员 尊重这个演员 那证明今天的观众不想尊重你 对吗 行 可以 不值得尊重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对你还是比较尊重的 我不所谓啊 我不所谓啊 你是是 我这么得了便宜卖贵 我不掌这了 祝贺松从来不掌声 你都得到 你都得到 你还掌声没呢 对对对 只有我们这 没有的才掌声呢 祝贺松 好坏中长 我先闹头 在台上别鼓掌啊 不用鼓掌啊 我们哥俩也不值得尊重 你哥俩 你自己人 你老代表 你老代表 什么别人你老代表 代表 不了任何人 只能代表自己 你说你 你老看我干嘛呀 你这人都活来了 我忍 咱们不一场搭档吗 对呀 咱们是一个题目嘛 你还认为咱俩是一个题目呢 咱俩必须是一个题目呀 咱俩就出道了 咱俩绝对了 咱俩绝对了 咱俩就要至上力和 你滚出去吧 咱们哥俩来说 确实是 关系相当好一点 一个配置的 对 对吧 一场搭档一场配置的 来说咱俩就是 咱们喝二杯一 对 喝二杯一一场买卖吗 对 喝二杯一 我就能代表你的一定思绪 没了解你说你的 来吧 而且我们是逗咱俩 我们主导力量 来呀说呀 我说什么你瞧你去 不是我就是来 你管得着吗 我想说什么 想来吧 等着吧 我还是讲得到一样 这怎么我还讲什么呢我 什么等着呢 等着你讲 你又不讲了 你这个人上来要掌声 听你讲 你又不讲 不讲你还想讲 你才怎么那么多呢 你跟话怎么这么多呢 来 那上半小时下班 拍照节奏太纯善了 相声的节奏 都让你给我打落 要先自打乱 哪也说不到25分钟下班 我想今儿不能说这么长时间 这个人家留一定的时间 谁留 谁留 哈哈哈 烧饼了 来了 哈哈哈 来了我 我现在会来的 来了 来了 上眼儿 不散哪 就不散了哟 这是烧饼 烧饼 曹可阳 好多朋友现在这看人家 哎呀 这是俩人明星啊 对对 有好多观众目鸣而来 哎 代表让我们这剧场啊 蓬毕生辉 真是 哎你看奇门做门 哎呀真是哎呀哎呀 哈哈哈 个俩给我来的时候有这种景象吗 哎呀 啊,其实,他们俩一来了,带动了好多常来的朋友,看他们来,对,有人家的粉丝,有人家的观众,真是这样,这样是名人效应,现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都讲这个,有名人效应,观众看人来,演什么不重要,我就喜欢这个演员,都是这样,包括歌音社,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大的团伙,团体, 屹立了这么多年,有一定的基础,观众基础的存在,另外来说,就是我师父来说,带动这个品牌效应,各个队友的观众,人都特别的多,每个团体来着,每个团队来着,都是齐满作满,多好啊,像这么盛世,咱们赶上了,赶上了,你现在状态多好,大家伙儿,慕名人来,可以啊, 不用特意的去做一些广告,大家伙儿就来了,对不对,咱就说吧,这是现在有名气的,有好多那个团体没名气,就得介入这些自媒体对外宣传,包括演员一样,好多没名气的演员,也得靠这个自媒体,自我营销,没事发点抖音啊, 对,没事都没事,天天的一天发一条抖音,对,看哪条呢,意外的火了,你就好起来了,一个相声演员的自信, 啊,头上是骗人,哎,这就多拍呗,多拍,不管是什么,万一你说着了,哎呀,祝贺松的抖音,好搞笑啊, 啊,这,朱贺松嘛,这不是,对,给朱贺松点点关注,啊,朱贺松, 朱贺松,这个进贺来,就你拍那个头,这要能火,你拿那些网红当什么呢,人家费半天,拍一个小短剧, 很多,哈哈哈,你这也没事弄个马桶从里面往 ар一下,好不好? 你这都要弄我,你没抖架都活过来, forty four Hola, 对,再,能感觉到,用心了, 哎呀,我再有个小短剧,哎呀 我想摄我把,哈哈とか,哈哈,用心了, Valley to the 哎,靠着德学处理,筋� � a 刀牌下面去出卖你的脸 对对对 你不是说借人家官吗 哎对了 站官 这些就是什么名 宣传 哎这这一种宣传的手段 对了 手段 而且来说你责任说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名 开场群 有一个开场那些小店 对吧 开场之前都会唱一个 我师父那个霸小丑 哎唱一个大主书 这也是什么名 这也是宣传的手法 哎就这样有一种 哎这是一个传统行业 那种感觉 过去老话说了 说什么了 干什么 要吓人吗 对 这就是如此 说向上拉上大伙 这吓人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让大伙知道 我们这是向上场所 对 但是你说现在是赶上好时代 嗯 有这录音机都录好了 然后呢 到这儿反复的 循环播放就可以了 过去没有 过去不是这个 过去没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嗯 朋友您要人家想宣传怎么办 全凭这肉嗓子腰火 哦 全凭人喊 对了 一次性的 对对对 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喊 真是 过去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这儿了 嗯 您举个例子 您说说 过去你们卖菜的 卖菜的讲究要喝 太讲究了 哎呦 那可真实啊 高门大伞 嗯 扛上个扁担 前后锣筐装着几十样的青菜 早大街 串小巷 一嗓子出去 绕梁三日 就这么好听 我给大伙学学 我就给大伙模仿模仿 过去卖菜都这样的 香菜 怎么样 真好啊 香菜啊 朋友 真好啊 真好啊 香菜 来 香菜 怎么样 俩香菜啊 香菜 香菜 那青椒的 高葱南青菜 那边都新的黄瓜 加冬瓜 没它还起 没萝卜胡萝卜 变萝卜的眼儿的 香菜的 好酒菜 哎 这就是事情当中的交响乐呀 嗓音得嘹亮 真是 哎 长安街 但长安街的一嗓子 门头沟都得听得见 就传这么远 门头沟还以卖菜的 哎呀 卖菜的 这包是差点 这包是差点 是不是老子啊 这个嗓音了脸 这嗓音真好成品 哎 对了 过去你说这是不是古人的质物 确实是 天津也有 天津也讲究 天津有一个地方叫文化街 文化街里面有个卖药堂的 卖药堂的讲究药官 人家就要准备药堂了的 各式各样的药堂 哎 一口气都的药堂出来 是吗 带给大伙儿学学啊 模仿模仿 买药堂的 谁来买我的药堂 哎 橘子还有香蕉 闪耀人蛋 买的买 我是少的少啊 买药堂的有来料啊 吃了马的味儿啊 有了马的味儿啊 橘子 薄荷冒凉气儿 兔蒜水啊 大了宝根 吃了我的药堂都滚事儿 小子儿不卖 大子儿一块 悠悠洋洋啊 恰好似小河清福州啊 我都挺好听 什么意思啊 小船在水上走一样啊 真的 音响试歌 我开点回想就更好听了 太累了 讲究这个 各行各业 干什么吆喝什么 还有 河北唐山 哦 这讲什么呀 有个卖十三香的 哎呦 这卖十三香的甚是啊 好啊 听过 那有 有所耳闻 那您也能访学吗 我也访学 卖十三香的 这讲就要不 过去卖十三香的小调料啊 拿尸包都包好了 对 一手拿这个 拿着尸 一手拿个勺 一边往里拐着 一边就摇混出来了 摇混出来了 摇混出来也特别的好听 再给大伙学一学啊 小小的枝啊 风水极啊 天天秋爱穷开心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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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快把这个包上 把这个包上 唱十三香的 唱十三香吗 唱十三香 唱十三香 这不都是大张梅那个过气的歌曲吗 哈哈哈哈 自本都不唱啊 人家被错口秀了 两个字要差不多 哦 混了 小小的枝啊 小小的枝啊 四四方方 东汉菜轮他道指掌 南京用他包手无端 北京用他来包文章 此之落在我的手后 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 夏天热冬天凉 冬夏离不开那十三香 秦桃好友 来几位歸 万万修自修下厨房 尖草碰炸 味道美 鸡啊鱼肉的喷喷香 彩果妄武 叛桃烟 勝过老君的仙丹香 巴东的神仙 来拜访 才值得用了我的十三香 哎哎哎哎 韩气 哈哈哈哈 这怎么回事啊 这准枪就好了 这个卖十月三香的要分 对了 过去讲究这个 哎呦太好了 干一行 邀魂一行 真是个话 但是这些都比较常见 这都是大陆的货色 这个活一个人摆菜自己就能干了 对了学唱两句就能摆菜了 过去还有这么一个行的也是讲究邀魂的 什么呀 有一个行的叫卖故意的 卖故意的可了不得呀 好你给大伙钱吃点 故意呀 你讲是不明思义 去解了啊 去解了啊 故意吗 你知道什么叫故意 故是哪个故呢 什么是带着春时间的 故意吗 故意 这叫故 这叫做哪个故吗 哪个故啊 Goodbye的那个故 这有OB 故意就是旧衣裳卖二手服装的 说的对了 对吗 对的 过去有这么一个行的 卖二手服装的 对 对了 不要现在啊 现在家里边你说白了 买了新衣服都穿不完 哎 对吧 都那个品牌的啊 买了有那个有钱的人家的孩子们 穿几天扔了 不要 不爱穿了 过去不是 家里边人呢都穷 把这些衣服穿完了 自己穿完了 兄弟姐妹还多呀 哎 留差不多了 给自己兄弟穿 兄弟穿完了 比如后面没有继承的了 拿去还能够卖 哎呀 哎 这样的东西呢 还有一笔收入 别人呢 可以花个少量的钱 还能买一只衣服 真是 专门有这么一个行的 嗯 这个也很了不起 但是说这个 一个人来不了 一个人来不了 没有自己干的 哦 不是自个儿卖故意 对了 那得 都得旁边带着一个人 嗯 方程着一块来 这叫对口的故意 对 对 了解啊 对 就跟两个人说家人一样 哎 一唱一和 一个 主在那说 另一个打一个服输 太行的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咱俩一块来 咱俩一块来 咱俩一块 见过吗 哎呦 我叫他见过 哈哈哈哈 我得见 得靠您的智慧 哎呦 那好啊 靠您的智慧 把咱那个旧衣服 都得给他卖 太好了 没有问题啊 给我一次展现的机会 哎 哎 哎 你天天光展现了 哈哈哈哈 咱俩一块来啊 来 咱俩就卖这件旧衣服 来 谁买 哈哈哈哈 什么都没有呢 反一往这一抖了就问谁买 哈哈哈哈 这不行是不是 得要不出来呀 得要不出来 哎 现在开始 这就不是手绢了 那这是什么呀 现在这个 就是一件马褂 哦 马褂 马褂 哦 这麦不光给人穿 也给马穿吧 哈哈哈哈 这叫马 这叫马褂啊 过去穿的那个 也有穿的 大马褂 没八卜 是吧 哎 下次你的啊 哦 这是马褂 这是马褂 马褂嘛 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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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吧 来 拿广广 嗯 哈哈哈哈 这好比说 就是这个马褂了 这个马褂 我来上去 您呢 学着我一块来 行行行 给您搭个签 搭个 行吗 搭个签 嘿 行吗 行 咱嘴拿好了 我来上去 您给我来下去 嗯 哈哈哈哈 卖马褂 丢人呐 就就 出错迷离嘛 先给你展示马褂 让我从这里边慢慢 哈哈哈哈 出错迷离的感觉吧 你这有点过去啊 这个富贵人家啊 去那点 花天酒地的劲 一个字 都得挡好了 来 看 这个行不行 爱挡上 哈哈哈哈 我这点出箱来了 来啊 哈哈哈哈 大了马蜂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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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大了马蜂罐 你也大了马蜂罐 对呀 我给你搭个枪了嘛 你大了马蜂罐啊 我叫大了马蜂罐啊 哈哈哈哈 一样吧 哦 不能一样 多亲信呢 你还得边转一点 你干嘛的呀 哇 我原来是这样 哈哈哈哈 那我用你干嘛呢 你怕我唱 你别人听不清 哈哈哈哈 你得把这个马蜂罐的 你的作用啊 干什么的 自己开发势力来唱出来 作用 对呀 那大马蜂不是跳在外边吗 可以呀 唱出来呀 唱出来 对呀 这怎么唱啊 跑在了外边啊 哦 直接就说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想什么说什么 这不你睡擅长的 哇 这不真是 拿我手背上了 哈哈哈哈 大了马蜂罐啊 跑在了外边啊 哈哈哈哈 没有袖子呀 没有袖子 哎 那不成坎尖的吗 唱出来呀 啊 那是坎尖啊 我真是想什么说什么 对了 对了 所以嘛 真是 哈哈哈哈 大了马蜂罐啊 跑在了外边啊 没有袖子呀 那是坎尖啊 买裤子呀 两条腿啊 嗯 一了条的腿啊 那是裙子啊 什么啊 三了条的腿啊 裙子掏骨子啊 四了条的腿啊 俩人儿穿的 五了条的腿啊 那是手套啊 哈哈哈哈 超套 够聪明的啊 六了条的腿啊 三个人儿穿的 七了条的腿啊 四个人儿穿的 八了条的腿 等会儿 等会儿 嗯 我抬对了 这这这 哈哈哈哈 不想问题了 怎么了 气泡腿 对呀 怎么能够四个人穿 有个瘸子啊 哈哈哈哈 这么精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注意了嘛 瘸子都能响起来啊 哎呀 小放小 就算了 后边啊 还有了 早前算账什么的 没问题 空间带啊 哈哈哈哈 老板得快啊 看着白能力啊 我要买袍去啊 有个领子啊 有了袖子啊 有棉花啊 堆了个堆啊 大了面的堆啊 怎么怎么厚啊 亲娘许的啊 厚两档的啊 当多少啊 五了六的毛啊 一了块的一啊 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啊 给你三块八啊 我找你两块七啊 我给你一百三十六块 四毛二分五啊 我留下一块一啊 双鞋全给你一啊 快了 快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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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